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纪录制家天生传播协会 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我们从5点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如果昨天听众朋友有听我们昨天的节目 昨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如何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我们有讲到妈妈的情绪维系着全家人的喜怒哀乐 如果妈妈是一个快乐的妈妈 妈妈是一个喜乐的妈妈 充满自信的妈妈 是一个好的情绪管理者 这样子的妈妈会影响到全家的氛围 清早起来 妈妈是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影响到全家 包括你的丈夫 你的小孩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自信 有快乐的妈妈 来影响我们全家人 当我们的妈妈的情绪 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妈妈懂得怎么来调试自己的生活 做一个充满的创意的 在生活中懂得怎么样适可而止 该休息的休息 该自己出去 享受一个安静的午后的生活 你可以稍微安排你的生活 让自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来调整你的时间 不是你是一个24小时 我们叫做直升机的妈妈 这样子妈妈长久下来是非常的累 因为你的重心都在你的儿女或丈夫身上 没有自己了 没有自己的妈妈是很不快乐的 因为你都是脑子转的都是 我要怎么样的家里 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小孩读书学习好 丈夫事业好 以至你完全没有自己 到的一个饱和点的时候 你的情绪会受不了的 你会爆炸的 所以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会影响你的全家人 那么可能你会说 我们常常都说要做个快乐 妈妈妈应该怎么做 妈妈应该怎么做 那爸爸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做个快乐的爸爸 有什么秘诀呢 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爸爸 就是你成为一个负责任 丈夫 爱小孩爱妻子的丈夫 你自然就会快乐 当你看到你妻子快乐 你的孩子快乐 你当然就会快乐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做好爸爸 有什么秘诀呢 怎么样 做一个 有承担责任的爸爸 使自己快乐 使全家快乐呢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我们马上就回来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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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но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然后家里就弄了乌烟脏气的 那小孩子就没有办法住在里面 必须把幼儿呢带出去 到外面去住 因为整个屋子里面都会有那个味道 所以这个做父亲呢 就留在家里面 要处理家里大小事情 必须把所有的床铺啦 家具啦 通通都要用大的那个塑胶布盖起来 免得那个油漆墙壁的那个粉刷刮下来的时候呢 会掉了满地 影响到家具 那同时呢 当那个粉刷刷完的时候 屋子里面就会有那个气味 也不适合人住 所以他们都需要忍耐个两三天 那个味道才会消掉 但是这位做妈妈的呢 就在那里面 他愤怒的告诉我说 我们家里要粉刷墙壁 那么我要带孩子 所以我当然不能 不能留在家里帮忙 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出去了 带回到娘家去了 可是这个先生呢 就非常的不爽啊 他认为说你们留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处理这些大小事情 然后面对这些灰尘掉下来的墙壁的那个油漆 然后面对那个新的油漆的味道 他觉得他一个人承担很生气 很不爽 所以就跟妻子生气 那幼儿还小 当然也不懂了 可是看到父亲的脸生气 幼儿也不会快乐到哪里去啊 所以做妻子的就充满了这个抱怨 他说我又不是要故意要逃离这个家 不做不帮忙 但是小孩子必须要要暴离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离开离开这里 那么那家里他就要在那边看 不然谁在看呢 可是这位做先生也说 我有啊我有留下来看呢 我有让他们出去啊 我说但是你这个爸爸呢 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是带着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的那个样子 说你们赶快出去 我来保护你们 你们就赶快去回娘家去好了 这里呢由我来负责 太脏乱了 你们回去休息等粉刷 味道都过了 你们再回来 这里由我来负责 你就快快乐乐来承担这件事嘛 可是这位爸爸是不快乐的 虽然他说有啊我有负责任 我留在家里啊 他就把孩子带出去 但是他是不心甘情愿的 所以两个人呢就有一点的不愉快 这让我想到圣经上有句话说 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那把这个话套在家庭当中 我们可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心里做 是为爱而做的 不是觉得我很吃亏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 如果做父亲的懂得承担责任 保护蹊跷 是一个最大的快乐的时候 我相信他就是从心里愿意承接 这样子的难处 我们在教会里面 常常讲到做父亲的话题 做男人的话题 或者有新人要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牧师呢 常常都会在婚礼上面会劝勉 男人做丈夫的做爸爸的 要有肩膀承担家庭的责任 因为神造男造女的时候 他先造男 他先造了亚当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然后神才造了夏娃 做一个helper 做一个帮助者 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上帝是把治理权地的责任 是交给亚当的 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就是说他叫亚当cancel 那个原子 然后给他治理权地的责任 并且生养众多 这是上帝赋予男人的责任 所以男人本来就是应该 在上帝的对家庭的蓝图 跟计划的当中 男人是承担一个家庭责任者 所以男人虽然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你也享受更多的权利 跟义务 所以你身为家里的一个父亲 你必须带着你的家人 走向一个你对家的一个蓝图 你希望把你的家 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你希望你把你的家庭 你的妻子带上一个 快乐幸福的家庭吗 那你就要有一个愿景 把你的家带到这个家庭的蓝图的基础上面 让它最后是能够实现的 而且这个家庭的蓝图 你要把你的家人带到那个方向 是值得你来付出的 所以这是一个上帝赋予男人的责任 所以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 你是一家之主 你是一个做父亲的 你是一个做爸爸的 你有没有对你的家庭有一个蓝图呢 我所谓的蓝图并不是说 你家要赚多少钱买多少的房子 我想到圣经里面有描述一个美好的家庭蓝图 是在诗篇128篇 他说你的儿女围绕在你的桌边 好像橄榄栽子 他讲到一个蓝图 就是家庭和乐的 大家坐在一个圆桌子上吃饭 然后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子围绕在你的桌边 非常的快乐 脸上都露出满足的笑容 好像橄榄栽子 橄榄栽子就是那个长青的 橄榄是长青树 所以它是一直是发绿的 是结满果汁的 所以圣经上称说 我们的儿女跟妻子 在我们周边就好像橄榄的栽子一样 这是一个家庭幸福的蓝图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蓝图在你的心里面呢 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做爸爸的 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快乐的父亲 我相信每个人都盼望 每天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幅画一样 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桌边 围在一圈好像橄榄栽子 好像长青树一样非常的喜乐 所以第一个我提醒的就是做爸爸的 你永远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很多男人都非常注重事业 他们认为中国人有个传统说男主外女主内 以致呢这种传统的观念呢 就深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那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电视节目 就是来配对的 通常你就会发现 这种话都会在那些来参加节目的男跟女的 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 因着这样子 以致很多做父亲的都忽略 他应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反而倒过来了 把事业放在他的生活中第一位 既然男主外女主内 那么做妻子的 做妈妈的就在家里 好好的照顾小孩了 我就在外面拼命赚钱打拼 然后加班这样的很晚 也不管家里认为只要妻子把家里照顾好就好了 这是错误的观念 一个快乐的爸爸 使家人快乐的爸爸 永远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你今天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享受跟家人共处的快乐 你就是在为明天创造一个更稳固的家庭 我们每一个人决定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选择工作 有的人选择 喜欢跟三五成绩的好朋友在一起 可是当我们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我们不仅为我们家里建立一个 更好的一个蓝图 我们也给我们的家庭 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 也就是说我们把家人紧密的黏在一起 每个家庭都会遇到难处 会遇到考验 会遇到挑战 如果我们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爸爸就会帮助他的家庭 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也就是说家里再有困难的时候 爸爸总是在家的 我们常常听到家庭出事的时候 有的家庭就说 爸爸你在哪里 爸爸缺席了 尤其在这个世代 很多的家里面 爸爸是缺席的 如果你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 你要做一个快乐的父亲 请你不要在家庭里面缺席 你要把家放在第一位 我们先听依赖音乐 享受一下悠扬的音乐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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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怎么样让做父亲的使你的妻子使你的孩子快乐呢 刚才我们有提到做丈夫的要把家庭放在你的生命中的第一顺位 你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 永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可能工作很忙 你事业心很重 但是你永远不能把事业放在你家庭的前面 永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其次 第二个 你要给孩子最好的爱 就是要爱他的母亲 你要给孩子最好的爱 就是要爱他的母亲 当你能够爱你的妻子 让你的儿女觉得爸爸爱妈妈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彼此尾声的婚姻呢 是幸福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妻子是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 我们有数据显示 有研究的数据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和双亲在一起的比较幸福的家庭 长大的孩子呢 成年后自己拥有幸福的家庭 上大学工作稳定 成为有贡献的社会的成员 会比小的时候不跟双亲在一起 或者是双亲离异 那个成就会高出两倍 我相信每一位做父亲的都爱你的孩子 爱你的家庭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家庭 放在你生活中的第一顺位 给孩子最好的爱 就是爱他的母亲 要懂得爱妻子 当一个做丈夫的爱妻子 一个做爸爸的在孩子面前 让孩子看到爸爸是如何爱妈妈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给孩子带来是非常大的安全感 跟幸福的 所以孩子就会快乐 那当然 你当你看到孩子快乐的时候 你也会快乐 所以第二点呢 我们做父亲的 做爸爸的 怎么样能够快乐 就是爱你的妻子 爱孩子的母亲 我相信没有个孩子是希望看到父母亲不相爱的 我们的孩子有的已经都在社会上工作了 那他们常常都会很无奈的来表示 他们父母亲关系不好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来跟他们相处 那也有青少年 每次谈到家庭都说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呢 沟通有问题 他们两个常常呢 就是分道扬镳 这是青少年孩子 百分比非常的高 那当孩子会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表示他非常在乎他的父母的关系 否则他不会去 在谈话中 实时透露一点这样的事情 所以父母亲 你们彼此相爱 特别做爸爸的 懂得体贴母亲 爱母亲 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第三点呢 做父亲的 在他的生命中 能够树立一个崇高的道德标准 凡是谦卑 当他在家中这样子做 这样活出来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道德跟谦卑 为怀的那个品格 会传给你的孩子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非常美好的传承 所以我们身为做爸爸的 我们都希望有重要的 美的东西传给他们 他不是财富 不是你拥有的财富 不是你拥有的高的头衔 或者好的地位 而是你生命中 你的那个高尚的品格 伦理的规范 以及你谦卑为怀的态度 处事 彬彬有礼的那种品德 四传承给孩子 一个最好的 最富有的是一个 无形的资产 而不是有形的财富 我的父亲 在我们二女面前 是有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道德的标准 我印象很深 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是在公家机关工作 他是负责采购的 所以采购就有很多的 这个机会 可以赚外快 因为别人厂商 都是要来给你 给你拜托你 能够竞标成功 所以常常会送礼物来 我爸爸总是回绝 有一年 在过年的前夕 就有一个人 拿了一大包的水果 一大盒的水果 到我家来看我爸爸 然后我就听到 我的父亲说 你不用送我这些礼物 你拿回去吧 如果你的烤鸡好的话 我自然会给你烤鸡 给你好的烤鸡 我不会因为你送礼物 我就给你好的烤鸡 所以父亲就要拿回去 但是那个人的坚持 就把那个水果礼盒 放在我们家里就走了 等他走了以后 父亲打开那个水果礼盒 发现里面有一包红包 不晓得是多少钱 我记得当时 父亲非常的生气 我在后面房间里面 我们是住的 日本式的房间 所以隔音是很差的 我就听到 我父亲在客厅里面 就跟我的母亲说 我明天把他退回去 他说 我跟他讲过 我不受礼的 他为什么还送给我 这件事 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 哇 我有一个好棒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 看到财呢 不贪财的 他就 第二天 他就把他退回去了 所以我父亲给我一个好的道德的标准 到我现在都觉得是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资产 我父亲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道德标准 就是我父亲非常的孝顺 其实我父亲是独子 后来我长大以后才知道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我祖母 自己亲生的是领养过来的 但是在我的生命中 我们家五位小孩子 看到的就是 父亲对我们的祖母的孝顺 每天出去上班以前 一定会跟我的祖母 打个招呼 说我去上班了 回来第一件事就去看到我的祖母跟我祖母问安 我祖母生病的时候 躺在床上 没有办法坐起来吃饭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爸爸每天早上就泡了麦片粥 亲自端到我祖母面前去喂他 他不是交给我妈妈做 其实这种事情应该是媳妇做就可以了 可是我的父亲一定亲自自己去喂我的祖母 所以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好的孝顺的典范 道德的典范 传给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看到父亲 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所以这样的父亲 让我们子女有安全感 我们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非常的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有好榜样的父亲 第四个我想分享的 就是做个好爸爸 还需要有一颗愿意倾听的心 有一个倾听的耳朵 有一个用心去体会家人需要的一位父亲 跟妻子孩子建立一个感情的连结 一个紧密的连结 当然对男人来说 男人都不是最好的听众 因为没有耐心听 女生听小孩子机构话讲一堆 那女生比较容易倾听 所以做妻子的很容易听孩子说话 有耐心听 可是做丈夫的做爸爸的 通常男人就是没有耐心 听妻子说一堆 说所遂事 听孩子说一堆所遂事 但是我建议做父亲 你要尽量学习 跟家人建立一生的关系 就是要学习 你耐着心有一个倾听的耳朵 你要必须能够听懂 理解家庭每一个成员 他们心里面所想的 他们所做的 要耐心的听妻子跟你来述说 他所发生的事情 不要批评 不要批评就是倾听 耐心的听你的孩子在你面前 报告他今天一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很多做父亲是没有耐心听 马上说 好了好了知道了 去跟你妈妈讲就好了 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你妈妈就好了 那是我鼓励做爸爸的 你要学会沟通 学会倾听 你就是一个快乐的爸爸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很多的家庭都是做母亲的 睡觉以前 讲故事给孩子听 床边的故事 或者是讲童话 故事给孩子们听 但是我的父亲 是我们家里讲故事那个人 但我现在还印象深刻 每天晚上我睡觉 我的父亲 就会在我们的床边 讲故事给我听 我爸爸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 所以他的细心跟耐心 成为我很好的一个榜样 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我后来的生命中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常常回想 好在我父亲给我一个安定的家 一个温暖的家 以致我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可以很容易走出来 我也很有爱 因为我从父亲那边得到爱 我觉得我可以放心 有家人的支持 我很快的就可以从我的难处走出来 我们听一段音乐吧 因为你感觉 till interes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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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十이즈 Nano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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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欢笑的 最后一个 做父亲的 不但是要有高度的幽默感 而且是保持乐观 永不退缩的人生态度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做事情有恒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做任何事情要坚持到底 不是半途而废 我们希望我们孩子 做人做事要负责任 那么我们做父亲的 就要有一个榜样 坐在孩子面前 就是任何事情 我们是不轻易放弃的 我们自己的在工作上面表现 我是不轻易宣告失败的 即使失败 也很勇敢的站起来重做 而不是有一些难处 就气馁了说在家里面 我也听到有一些做父亲的 因为一直工作不顺 就整天待在家里面 就不去找工作 然后母亲在家里 忙进忙出的 帮人家带孩子 接了好几份工作 因为做父亲的 放弃他的人生 不再去寻找工作 整天在家里让母亲养 我听到好多这样子的例子 一个快乐的父亲 一个是家里 快乐的父亲 是还有肩膀负责任的 所以不要做一个亲眼放弃的人 我们人生难免会有逆境 有的时候难免工作不顺 会被老板fire掉了 会做生意失败了 但是不要因此就一蹶不振 我们要站立起来 即使我去做一个售货员也好 我去超市打一个工 搬货也好 至少我老孩子看到 我为这个家庭负责任 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他是博士班的候选人 可是因为他的那个博士班的 那个是非常冷门的 所以他好像五年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在这五年当中 他结了婚 然后有两个小孩 妻子因为要照顾两个小孩 小孩身体有一些特别状况 就没有工作 就必须靠他养生 可是他身为一个博士学位的人 他到哪里去找工作呢 很多地方他想要低救 人家就不给他说 你是一个博士候选人 我们不可以给你一个学士的薪水 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人来工作 所以他一直在工作上受挫折 是我看到他是一个不放弃 永不轻易放弃的人 所以他就跑到大卖场去 你知道他跑去大卖场去 帮人家搬货 去打工算小时的 我就是非常的佩服他 身为一个博士的候选人 但是他为了给孩子榜样 他为了为家庭负责任 让家里经济有收入 他就这样子放下身段 到大卖场去做那个 其实只有高中毕业学历 就可以做的事情 他就在那边搬货 上架下架来养家 后来上帝就很祝福他 他也找到一些的学校去教书 做一些学生的家教 然后度过这个困境 这是一个有榜样 有肩膀的父亲 让孩子觉得 我的父亲是可以依靠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 我们仰慕的父亲 是爱我们的父亲 爱妻子 爱儿女的父亲 我们休息一会儿 进到我们今天爱的小语 他也找到我们今天爱的家庭负负负负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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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乐观 有幽默感的人 是承担责任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那我相信在过去 可能在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父母亲 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榜样 但是我奉主的名 祝福你们 从你这一代 从你开始 这位父亲 你要翻转过去 对错误的男主外 对错误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一个原则 一致做先生的 只顾外不顾内 忽略的对家庭负责任 我们今天做妻子的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丈夫 起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我们丈夫更要扛起这样的责任 把家里注入 那个爱妻子 爱儿女 以家为优先 生命有榜样的 一个祝福在你的家里面 你是一个快乐的爸爸 你的快乐就会影响到 你的妻子 你的儿女 他们都起来称你有福 他们会仰慕你 他们会尊容你 他们会非常的大声 在他们同学的面前 大声的说 我有一个很有幽默感的父亲 我有一个很棒的父亲 我有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我爱我的爸爸 我喜欢他 我以他为我的榜样 巴不得我们每位做父亲 都是一个这样子的父亲 我们全家就是 快快乐乐的蒙受祝福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 跟大家说再见了 上帝祝福大家 让你家里有快乐的妈妈 也有快乐的爸爸 更有一群快乐的孩子 围在你的桌边享受幸福 拜拜 上帝祝福你们 阿华 阿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